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道 今天是6月7日星期二 氣溫是28度 外面有微雨 不過說就說微雨 但其實在井仔睡覺的時候 都是下過暴雨 所以今天無論如何都一定要記得帶傘 因為大家只憑濕度都感受到 或者看看外面的天 都會知道今天一定下雨 所以要出街的人一定要帶傘 先看看昨天的確診數字 昨天的新增確診數字是543宗 第五波疫情回落後 創4月22日錄得574宗後的新高 現在疫情持續惡化 港大醫學院所編制的即時有效個案繁殖率 更加在昨天創三個月以來的新高 現在已經到達最新的1.5495 代表一名患者有機會傳給1.5個人 而且這個趨勢有上升的跡象 如果真的重視習大大來不來港的話 斬立缺 一定要停止所有酒吧 而且現在除了酒吧之外 學校也有一些爆發的群組 究竟學校和酒吧這兩個群組 如何處理呢 真的要看政府有沒有誠意 如果沒有誠意的話 希望繼續爆發 不想習主席下來 就繼續放下一些東西 因為每天和大家說疫情 每天大家都知道 根本就是酒吧女士 甚至乎有些學校群組 是說因為酒吧群組 有學校的籃球教練 中了一招 所以就傳給學生歌 這些都有的 總之真的酒吧的人 不盡責的話 就暫時 你不可以因為他們 他們這個行業一個月 賺到多少 我最多給你一億 但習主席真的拿下來的話 背後的經濟影響是百多億 以及不是說只是酒吧行業受惠 是全香港都可以受惠 究竟香港政府有誠意去處理疫情 還是希望拖下 regulament 任它爆 酒吧、健身等全部封 現在從200多單爆到500多單的時候 政府無動於衝 對於酒吧未有任何管制 和之前二月、一月尾的時候 那種做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政府裏面有沒有換到人?沒有 政府的專家有沒有被人換到?沒有 都繼續是那批專家 但是防疫方針就完全不同了 我真的寧願反過來 你把現在政府的態度搬回到二月 搬回到一月尾的時候就更好 至少大家可以吃新年尾的水 今年新年香港人過得很慘 但是現在香港政府不是的 應鬆的時候不鬆 不鬆的時候就和你鬆到什麼 即是沒有錢賺?淡貴? 讓你們先玩一下吧 但是知道你這個時期有錢賺 防疫要封掉所有東西了 不知道大家能否感到這種氣氛 下一單新聞 優資糧品懷疑全線結業 全灣分店的營業時 在營業時間中落閘 沙田站分店更加人去流空 在香港押納了接近30年 過往受自由行旅客歡迎的 優資糧品 疑似全線結業 在今天網上流傳優資糧品結業 有記者在晚上營業時間 致電多間優資糧品分店 大部分都未能接通 當中也有部分電話號碼 顯示為無效的號碼 即是說什麼呢? 沒有付錢 而且還沒有付錢一大段時間 所以那些號碼就變成無效 另外還有 有些號碼就算是能夠成功接通也好 都是沒有人接聽的 有記者大約晚上8點 就到達了荃灣街市的分店 雖然還是營業時間 但是已經下閘 而且門外還未貼任何告示 雖然招牌仍亮燈 另外東鐵沙田站也是一樣 貨架也是清空的 也有記者去問一下店員 店員就說不知道 好像是 有沙田居民就發現 沙田站的店員在數天之前 已經在收拾貨品 也說很罕有地 看到任何推廣優惠都沒有了 晚上7點多已經關門 即是因為疫情 沒有了自由行的旅客 所以優資糧品做不住 年代做優資糧品的店員 間接上來說 每個都是失業 這些又不可以一味 說優資糧品可憐 一味主打自由行的客戶 有自由行的時候 你就賺到肥肥 但是由19年開始 如果你是一個具有商業眼光的高層 你會知道再打自由行的生意 已經不再是以往那套 始終優資糧品不是上水的藥房 你不是近水樓台才得月 無論世事怎樣變 都一定會有人光顧自己 優資糧品不是單獨一兩間上水藥房 也沒有選擇去改變自己的營運方針 以及 19年距離現在都差不多三年時間 都沒有去做任何的改變 而導致到結業的話 疫情固然有影響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抱著那種吃老本 看到情況不對勁 又不懂得去變 一味就期望等通關 但是 你居然相信香港政府 就死了 對不對 所以優資糧品的結業 一來歸咎於一些天災之外 其實他們的人禍當中都少不免 因為就算是19年前 優資糧品感覺上都不是太多人去幫襯 有時候有些網友都會上網問 為何優資糧品這麼少人幫襯 都還可以硬立不倒 可能某些分店就因為自由行客去幫襯 所以他們就賺到盤滿盤滿 但是 這個故事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不懂得變的話 哪怕你30年前曾經是多麼輝煌 再鋒利的都 都是會有山壽的一日 下一則新聞 警方就推出反恐舉報熱線 並且設有賞金 會參考現行的懸紅制度 最高是可以獲得80萬 現時香港面對恐襲的風險 就維持在中度的級別 警方就為推廣全民反恐 將會在今星期三 即明天的時候 推出反恐舉報熱線 號碼是63666999 首階段可以透過短訊以及微信去做舉報 為了鼓勵參與任何提供關鍵性協助的市民 警方都會在司法程序完結後 按照既定的評核發放賞金 參考全年的好市民獎 以及懸紅機制 好市民獎可以有4千元的獎金 後者即懸紅機制 如果涉及謀殺這些重要的案件 最高可以獲得80萬獎金 警方又指 市民如果發現有人涉及國安時物品 歡迎舉報 亦會交給相關部門去跟進 包括國安處 之前警方所設立的反暴力報料熱線 至今已經收到134萬宗舉報 而在2020年11月成立的國安處舉報熱線 亦有收到超過26.8萬宗舉報 警方未有透露成功協助破案的數字 而跨部門反恐專案組 去年也成立了報案專頁 接獲了350宗舉報 當中有120宗轉介給其他部門去跟進 我自己是很支持警方出現這些舉報熱線 而且現在說明 舉報不是進攻民責任 隨時還有錢派的話 更加鼓勵我們去做事 如果舉報有錢派 很多時候有些人 我不是說所有人 是會有極少數人 有時候會化身成為賞金獵人 自己去做偵探那份 就主動去挖掘所有罪案出來 其實我一直都很鼓勵這些 即人民舉報人民 人民鬥人民這些 因為現階段我們的社會 實在太少積極性 因為你沒有獎勵 在香港這個市會的社會 的確是沒有人願意做事 即是好像公務員 為什麼什麼都不做 因為沒有公務員鬥公務員 或者人民鬥公務員 你不是說叫你鬥死他 你只是鬥一下他 即是好像那些狗 你也要有時候學牠一兩聲 牠才會做事 即如果你養一隻狗 你一天到刻 牠會上天 有時候你叫牠走過來 叫牠擠牠 叫牠伸隻手 牠都不會做 所以為什麼呢 有時候適當的批鬥 是有必要的 但是香港的公務員 就太過嬌生乖養 現在稍為被鬥少少 即只是在討論 都還沒說 那些鎮骨度下肉 就好像港狗入窮行 已經在那裡吠過不停 都不知道牠們想怎樣 總之 由明天之後 有了這些什麼反恐舉報熱線 大家看到什麼 就不妨舉報一下 可能你舉報完之後 不懷疑 接著隔了一兩年 或者半年之後 就跟你說 喂 有四千元可以給你 有好市民獎 這樣 我自己當然也想拿個好市民獎 因為拿了獎 到時候又可以 拍片之後 放在牆壁後面 或者在自己YouTube的簡介上 又可以告訴別人 自己拿個好市民獎 這樣也很威威 如果有這些熱線 說明又會有獎金的話 我自己都會積極去找罪案舉報 下一單令人悲傷的新聞 前港超球員王俊軒 在屯門的住所墮樓斃命 深水埗足球會證實惡號 深表遠色 屯門發生墮樓事件 據了解 死者是前港超球員王俊軒 享年26歲 跟我一樣 王俊軒 現在就是為香港甲組球隊 深水埗體育會足球隊的球員 亦都曾經效力過多支球隊 包括東方 李文 神禧 流浪 等等 在昨天6日晚上6時 警方接獲報案 一名男子由屯門山景村景美樓高處墮下 警方接手調查 以帳篷掩蓋 亦都通知親屬去到場認相關的事情 期間有女親屬是表現激動 傷心落淚 警方就懷疑 有人是生前因為金錢問題而不開心 我自己上網都有看過一些報章沒有刊登出來的新聞 有些就說他其實他有太太 亦都有一個還是手抱這麼大的BB女 金錢問題就不知是否跟一些外圍賭球有關 是說因為在香港地做體育都是等黑食的 不是個個都是張家朗來的 很多這些球員他們退了役 或者身體機能開始回落之後 其實他們都在做一些運輸行業 會不會就是因為賺錢不夠 家庭壓力太大 而令到他一時想歪了 在網上看到很多聲稱是認識他的人的形形色色的猜測 不過這些聽一下就算了 始終如果正式新聞沒有說的話 我都會強調我看的這些是網上的花邊新聞 未必能夠盡信的 下一單新聞 長沙環道的公下就倒了個棚 全線就封鎖了接近12小時 在凌晨才恢復通車 在長沙環道777號至779號的一棟工業大廈 在昨天6號風雨交加期間 在昨天6號風雨交加期間 一幅約高40米 之前因為危險龐架而封閉的長沙環道來回方向 現在就全線解封 接著就說到屯門單車色魔 突襲非禮 至少兩名女士受害 警方亦都在通緝著白衣男 屯門碼頭發生風化案 一名女跑友在星期日的時候 在晚上9點這樣跑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人踩單車靠近 當他想著跑到一邊讓路給單車的時候 車上的人就突然之間用隻手捉他的屁股 事主就不甘了 想著去追人家 但人家開車自己跑步當然追不到 事後這個女婦主就在網上發文 告解其他人走這段路段要小心 因為他發了這段訊息出來之後 他也收到訊息就是說 其實我當日自己也是受害者 所以這件事也引起了警方的關注 現在這件事就交給屯門刑事調查隊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這些我相信追閉路電視的話 都是一定會抓到的 因為始終由你駕駛單車到你脫駛單車 你穿什麼衣服那些 相信周圍都會有鏡頭拍到 這些劃遲劃早 一定會抓到的 最重要是警方說他們已經在做事 已經相信過了 下一則新聞 疑似因為黃色暴雨警告之下 影響了駕駛視線 全灣貨車就撼死車尾板 司機就被困 全灣就發生了車禍 在今天凌晨4點左右 一架飲食集團的蜜豆車沿著龍德街行駛的時候 突然失控撞向停泊在路邊的貨車尾板 當時飲食集團的貨車上有司機和跟車工人 其中駕駛值已經嚴重變形 司機雙腳亦被夾著不能動彈 乘客沒什麼事 於是立即報案 消防趕至現場後 將司機立刻救出 幸好司機當時依然清醒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方正在調查車禍的成因 據了解 有人報稱因為當時雨勢很大 影響視線 再加上路面濕滑 導致意外發生 案發時 天文台正正出黃色暴雨警告 荃灣區當時雨勢相當大 這些交通意外沒有人想 最重要是人沒事 下一單是關於食物安全問題 美森MX上環副衛街分店疑似爆食物中毒 四個人吃完叉燒炒蛋飯後上吐下舍 衛生署在昨天公布一宗懷疑食物中毒的個案 涉及四個人 他們在6月3日 就在上環美森MX那裏吃午餐 吃叉燒煎蛋飯後 陸陸陸續續出現肚痛上吐下舍 當中三個人是要留院的 美森表示非常關注這件事 那間分店立即停售了有關的菜式 亦都在配合食環的調查 究竟是因為食材問題 還是廚師不乾淨的問題 暫時還未有 不過就提醒一下 原來有這樣的新聞 不過就算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避無可避 我們也不懂得看 一碟叉燒炒蛋飯就有 放在這裏 我們認識鬼看有沒有中毒 下一宗新聞就是關於一些電油詐騙 不過各位觀眾都可能有機會中招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是稅務局派綠色炸彈的時候 很多東西牽涉到稅有關的 各位觀眾都可能會覺得 最近稅局找我 所以很正常很合理 但是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稅務局有人務認稅務局出一些所謂退稅的電郵 裡面含有的超連結 隨時會去套取各位的信用卡資料 現在稅務局都是呼籲各位市民 不要亂按打開這些聲稱退稅的郵件 不過那一封的郵件 它的開頭是用英文寫的 所以大家看到那些不是中文的電郵的話 基本上十有九都是詐騙的 總之就是叫大家不要開啟 說到交稅 可能有些觀眾都會好奇 就是說 井仔 你要不要交稅啊 其實我的收入對於交稅來說 就遠遠未去到那個程度 還有 YouTube 其實好像有幫我交稅 為什麼呢 我記得之前看過的政策就是說 就是說 不知道會在我的收入裡抽5%出來 不知道是交稅還是什麼 所以我每個月實際收到的錢 還有我在應用程式看到的錢 會有大概5%的差距 可能這些就叫做交了稅 而且就算未交也好 因為我本身的收入都肯定未去到交稅的水平 所以我的話呢 我暫時都還沒看過任何的稅務資料 好了 那就下一單新聞 赤柱龜貝灣一個67歲的女泳客遇歷 留意半天之後就不治 一個37歲姓林的婦人就在前日下午2點 在赤柱龜貝灣的泳灘游泳的時候遇歷 被其他的泳客發現了他在泳灘對開大約2米外面的海面 就浮浮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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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救起他 但是就昏迷不醒 然至到昨天凌晨3點49分就證實不止 好了 那下一單新聞 就是關於淡票檔的新聞 一個19歲的男人就騙利用淡票 騙走了一個12萬的名牌袋 另外這宗案有個愚蠢之處就是 他騙完別人一個12萬的手袋之後 同一天再約同一個苦主再下手 就是因為這樣他就即時被人抓了 那這一單新聞詳情是怎樣呢 就是警方在今天就披露了 拘捕了一名姓李的19歲男子 屬於淡票檔的男騙徒 他就涉嫌以空投支票去騙取一名的女子 大約12萬的名牌手袋 但是女士主就發現 即是將支票未能兌現 就懷疑受騙 但不知道為什麼 其後買家又繼續約他在同一個地方 交收另一個手袋 那女士主就醒了 即是可能不是即場在WhatsApp打爆你 再約你便說 不如跟你交收多個手袋 那時候就已經報了案 已經有些警員在這裏 當一交收的時候 警察就立即去拘捕了那個19歲的男人 即是老實說 騙還騙 那19歲的男人很明顯就是老筍味三萬 接著吃過翻沉味的那些 就是覺得 成功騙了你一次 你又未去入我的票 即是未知我是騙子 再跟你交收 再騙你一轉 結果猜不到 即是人家已經是報了警 叫警察在附近把他去拘捕 老實說 其實支票這件事信不過 即是跟你三不識七的話 又怎會信你支票呢 支票這些東西 其實是被騙徒用來騙人 即是哄你就是說 你入了個數下去 那種跟你去玩一下的方法 實際上來說 即是你出去和人交收什麼都好 支票真的信不過 你一是就現金 一是你就支付寶 微信支付 或者銀行直接過帳 即是有人和我交收 說什麼給支票的話 我一定不會相信他 因為我自己都很熟悉那些騙徒的套路 即是或者反過來 你賣東西給我 我給支票 你看看你信不信得過我 好了 下一單新聞 警方就在東九龍打擊危險駕駛 和走後駕駛 就拘捕了四名司機 關於這件事 我自己都留意到 為甚麼呢 等一下和大家說一下 東九龍交通總區執行部 一連三日 在6月4日至6月6日的凌晨 在區內進行打擊危險駕駛行動 拘捕了四名司機 行動當中 警方就發現了一輛私家車 在觀塘繞道高速行駛 期間多次超車 漠視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於是就上前查折 經過調查之後 拘捕了一名31歲姓程的本地男司機 為甚麼井仔我會說我自己留意到呢 因為我住的那個地方 其實和農場道是很貼近的 所以每晚只要一有人飛車 其實我是會被他吵醒的 甚至乎就是說 因為有人飛車 警方就會執法 警方執法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B戶B部B部 又是會令到我睡不到的 還有有時候警方要去攔截一些車輛 或者叫他們拍一二邊 這樣讓警方去stop and search的時候 警方用他們警車的喇叭去說的時候 就算我住30樓 其實我照樣是聽到警方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 前面多少多少號車牌的 拍到左邊 然後有時候我聽過有些車 是沒有理會警方說的話 甚至乎加速的 然後我聽到警察就說 叫你停在這裏啊 然後他就沒有停之後 然後那輛警車就繼續追上去 然後第二天看新聞 是看到警方在荃灣 還是不知道在哪裡 就截停了這輛車輛 然後就說 在車裡面就收獲到那些藥物 還有我有時候自己會有些無聊的習慣 例如說 警方在農場那裏截停了那些車 叫他們拍到一邊 然後去搜查他們的時候 有時候無聊就會坐在這個位置 然後就伸頭去窗那裏 看看 有時候就會見到 好像警察類似是寫告票那些 不過我就不太清楚 就是我看他們的動作去猜 就是因為畢竟我住一個這麼高的位置 就是我看不到太多的東西 好了 下一則新聞 半山的港警別墅兩個單位 遭遇連環爆竊 損失明標和珠寶 在昨天早上10點47分的時候 半山馬紀仙甲道11號的港警別墅一個單位 有家融就發現了屋內有搜尺痕跡 懷疑有刷人入屋爆竊 於是就通知保安員報警 之後另外一個單位也是發現有匪徒入屋搜尺痕跡 警方接報到場調查 發現大廈的外牆盤架 懷疑有人經過這些盤架爬入屋內 一名姓馮的男住戶損失了一批金器 另外一個新加坡籍姓劉的47歲女住戶 被偷走了15隻手錶 一批珠寶和現金 被盜的財物價值有待進一步點算 警方調查就相信兩單案都應該屬於同一個刷所做 案件現在就交給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的第四對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不過這些肯定都會抓到 你爬得那些盤架由你走過去的時候 當中都不知道會經過多少個閉路電視拍到 所以不用擔心 要抓有心抓一定是會完全抓到 還有這些你又數下指紋那些肯定很容易可以找到 下一單新聞又是那些線上策單完 有一兩天我已經沒有跟大家說 但想不到去到今天都還是有這些線上策單完的騙局 即是這樣說 你說發生第一二單的話 都算了 即是蠢就不是什麼罪來的 但是發生了這麼多 已經賣了新聞 我都已經說了連續十幾天 都還是可以中招的話 那就不單止蠢 是又蠢又懶 雖然不應該這麼厚醜 但是我看到這些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不看井仔怎麼看就搞到這樣 又被人騙了 我是很喜歡 去踢爆這些騙局 去告訴大家 如何慎防堡入這些騙局 最後跟大家看完這單新聞 今天就到這裡 警方表示 在6月5日以及6月6日夜晚 先後接獲一名姓凡39歲的男子 以及一名25歲的外籍女子報案 他們就說 都是接獲了陌生人士的招聘訊息 聲稱可以在網上充當拆單元 為購物平台點擊購物 推高商家的名氣以便去賺取佣金 兩個人分別就把46,000元和6萬元 傳入對方的多個指定戶口 以作平台購物之用 其中那個姓凡的男子收到4,000元的佣金 之後他們就跟其他涉案人一樣 都是財到肛棍手 一去沒有回頭 於是報警 警方就將案件列作為欺詐手段取得財產 都是交給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警方再次提醒市民 騙途的招聘廣告會議 可以賺快錢、高薪金、即日出糧 再加工作作為招來 總之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陌生人好地地送一份工作給你做 哪有這麼好 現在香港的大把人 他們找工作都沒有聘請他 突然之間你什麼都不用做 又沒有到處找朋友找工作 居然有份工作跌下來 大家都知道一定是騙局 好,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 就到此為止 我們待會的井仔點看看